一念色心看妇女 失去仙缘回宜池 作者 德慧 古代有个叫李退夫的人 他想要修炼 于是便隐居在南岳恒山中 他一心想在山中寻访名师 指导他修炼 一日他正寻忧仿身 来到山林深处 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下棋的声音 抬头一看 竟有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树梢上 正下棋呢 他当即就悟道 这不是仙人吗 李退夫大喜 寻名师多年 今日终于得见仙人 赶忙上前致敬 表达敬意 随后 他正准备开口向两位仙人 询问修道之事的时候 这时刚好有个女子从旁边出来 进过此地 李退夫不由地回头看了那么一眼 等他再回头时 两位仙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李退夫此时才悟到 那女子一定是仙人变化出来 考验他的 他念头不正带着色星看了一眼 没有通过考验 真是后悔莫及呀 李退夫竟然因为还有一念色星没去掉 而失去了先缘 丧失了修炼得到的机会 真是可惜 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作为修炼者 一定要去掉一切色欲之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